也有起步的那一天 到底當初他們是如何說服自己 又是如何被說服 加入了傑斯 開啟了他的成功之路 一路走來又碰過什麼樣子的經歷呢 我們聽他們一一跟大家分享 那麼現在就請大家掌聲 來歡迎雙鑽論壇的主持人 大中華區策略行銷步 王總監MAR 他在賣的很好 我真的得叫他買的 我都買了好幾個年前買的 我要叫他買的 各位我們所有的前世家人 大家下午好 好 剛才聽完我們教授 當然不只是教授 在這兩天的課程到現在為止 聽到很多的專家 很多的鑽石領導人 跟各位分享了 到底在傑斯成功的心法的人 或者他們成功的過去 他們的經營 或者他們成功的關鍵 或者他們為什麼會從事了傑斯 我想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資訊 跟很重要的一些養分 那接下來呢 要邀請的 當然是我們雙鑽時級的總裁 這又是更高的級別 更高的這樣的一個應急 還有更高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才能夠到達這樣一個應急 所以呢 今天我非常榮幸的 能夠再次來擔任 我們雙鑽石論壇的主持人 那這一次呢 我們特別邀請了六位 來分別跟各位來分享 我想很重要一點 這是個很高的級別跟層次 但是它一樣的 有非常重要以及非常簡單的關鍵 在這裡面 各位接下來這四十分鐘 真的不長 各位一定要仔細的聆聽 我相信為各位的未來 為各位的將來 將帶來更多更巨大的一些轉變 好 就讓我一一來介紹 跟歡迎我們以下的 我們的專案實習總裁 第一位 我要邀請來自助加拿大的 第二位 我要邀請來自助加拿大的 第三位要邀請文靜雲 加拿大的李妮 李妮老師歡迎 接下來要邀請來自於中國上海的王創禮 查理王子 查理王子 接下來要邀請來自於美國的 查理王子 接下來邀請來自於美國 邀請來自於美國的Julia 不過光謝謝不夠 仔細的聽是最重要的關鍵 接下來我要跟各位邀請的第一位就是Sandy 來自於加拿大 她本身在過去所從事的行業 就曾經在加拿大擔任過所謂的Office的文員 在辦公室擔任文員 也曾在中國大學當過講師 那後來有機會遇到我們傑斯來 那我在之前跟她稍微有一樣互動的時候呢 就有一點讓我非常非常的佩服 也特別要請Sandy來跟我們一起來分享的就是 她真的是一位會去 她真的是一個實踐家 而且是一個真正去弱勢去做的人 她會去反省 她會去檢討 會去改進 所以妳接下來去弱勢去做 那接下來的一個像 就是要請我們Sandy 一起來跟我們分享 在這個學習上面 到底給妳帶來一些什麼 又怎麼樣能夠讓妳去改變 能夠成為雙方一種才 又能夠帶妳來對這麼樣的情況 請 好 謝謝 全球結識的家人 朋友 夥伴們 大家好 我叫Sandy 我來自加拿大 很開心 也很榮幸 有這樣一個機會 站在這個舞台上 也跟大家分享 談到學習 談到成長 那麼我個人的經驗是 是必須的 因為我本身沒有做過這個行業 也沒有做過企業 也沒有經過商 那麼走進結識是從零開始 即使妳有很強大的背景 結識是一個全新的商業舞台 全新的商業模式 我們都說我們要歸零 重新開始 所以來到結識五年 我學習了很多 一邊學習一邊做 一邊做一邊開始 在做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你在做的過程中 你會有很多東西不懂 你會有很多東西去 需要提升 那麼又再回到這個 結識大學來學習 每一個人在台上分享 都是其量相助 把他成功的經驗 回饋給大家 所以我真的很感動 我坐在台下 聆聽每一個國際領導人 在這個舞台上 跟大家來分享 他的成功 他的經歷 我自己也是成長了很多 每一個階段 從藍寶石 到銅寶石 到綠寶石 到鑽石 甚至到雙鑽 我們都是一個成長 和學習的過程 因為每一個階段 你的需求是不一樣的 最開始 團隊小 那隨著團隊增長 隨著你的平貼增長 其實責任是越來越大 那麼為了 真的為了對得起團隊 為了能夠為夥伙伴 其實我們學習是必須的 而且真的是 在這個步驟中 你做了 你回頭再跟團隊交流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痛在哪 你知道他們的真正的感受是什麼 所以當你走向紅寶石 綠寶石 鑽石的時候 你這些經歷 對整個團隊去做回饋 我們說結石這個舞台 是一個普通人 打造鑽石的舞台 是普通人追夢的舞台 我們可以從零開始 但是不可能從零結束 我們說我們的夢想是想做成鑽石 那麼我就一開始 第一天參與結束的時候 我就想做鑽石 但是我知道那個時候我的能力 不是鑽石的能力 不是鑽石的能夠帶團隊 培訓分享這樣一個能力 所以一開始我就如極思可的學習 跟所有的領導 跟所有的成功人去學習 我知道越快速的打造自己 那麼你越快速的能夠到位 能夠帶領團隊 你的能力的大小 將影響著你對團隊的回饋 所以從一開始 如果夥伴們加盟結束 這是一個機會 抓緊時間學習 盡快能夠到位 隨著時間成長 你還真的要擔當起 回饋團隊的這樣一個轉眼 真的走到鑽石和雙鑽 跟團隊夥伴們交流的過程中 因為你走過 你痛過 你知道他們想些什麼 你知道他們經歷些什麼 你知道怎麼樣能夠幫助他們 所以從最開始的學習 受益到做到鑽石和雙鑽 承擔了這樣一個責任 來回饋自己的團隊 回饋結束這樣一個大家庭 這五年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我本身是一個商科MBA 但是我覺得 在商科學院所學的 所有的東西 都不如我在結束這樣一個舞台上 五年的學習實踐成長 帶給我的價值更大 我可以說結束是一個真正的 是一個商園學校 是一個商科學校 是你修煉MBA 真正的一個舞台 希望大家能夠真心這樣一個舞台 真心這樣一個機會 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或許聽到學習 好像你們都在做 但是真正能做到實踐的 就是我們所有的鑽石總裁 還有雙鑽石總裁 真正實踐了他們的學習 才有今天的成就 所以各位真的學習 不是只聽到 一定要做到 好接下來 我要邀請的就是我們 C.C. Women的 雙鑽石總裁 各位一看他就是非常的 這個感覺很有能量 是的 他本身呢就是 過去是一個自由的傳道者 然後呢 也在也在美國 就用1.61美金 發起了一個愛與和平 這樣的一個運動 當時非常很多人笑你 拒絕你 甚至不看好你 我相信這樣一個過程 跟這樣的挫折 我不曉得你是怎麼面對的 當然會是更靠奇的是 這樣的過程 是不是對你在經營其實上面 也產生同樣的一些的 過程也讓你今天 你會有今天的成就 我想請你來分享 這樣一個過程 來分享給大家 親愛的各務捷斯家人 我愛你們 非常感謝總監每一次的分享 採訪 那今天我在這裡 我真的覺得 其實我們人生每一個的經歷 如果我們做一個有心的 人的話 不管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 都是一個美好的預備 所以其實在我用一塊的貓 成立基金會的時候 很多人我從媒體 當時還算是一個 比較有影響力的電視台主持人 可是很多媒體的朋友 政界商界各界的朋友 都認為我腦子出了問題 可是你知道嗎 我當時我自己知道 因為我是從911之後 我領受上帝的護照 我看見這個世界 一切的一切都是虛空的虛空 一夜之間 我們可以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說 原來這個世界最最重要的就是 愛與和平 所以當我領受這樣一個使命呼召的時候 我裡面就有一個力量 就是說這是對的 這是正的 所以我覺得 上帝告我 他會對我負責任 所以當時 你知道嗎 今天王總監 很可愛 我最最最最 我最愛的姐姐 我家我媽媽去世 就是張米 張米的女士母親一樣 最最尊重的 曾經是3萬個員工的黨委書 他今天也來了 姐姐你在哪裡 好 特別好 姐姐哥哥 還有我親愛的女兒 都來了今天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動 就是說 當時我的姐姐是不看好我的 甚至是她覺得以我為羞辱的 她覺得說 寶貝妳是上海市三好學生 妳是美國什麼都沒有 人家到美國都挖金喔 可是我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還沒知道 我走的路是對的 是每個家庭需要的愛與和平 所以親愛的各位 我今天做解釋 我也是這樣認為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遇到被拒絕的 因為他們不了解 你知道嗎 其實在我整個做愛與和平的過程當中 真正拒絕我 否定我 否刺我的 都是最愛我的人 都是我身邊的人 跟我無關的人 每一個人都很愛我 最好我去做愛與和平 最好我沒有任何賺錢 因為把愛與和平帶給這個世界 是每一個家庭的需要 可是在解釋裡面我也發現 其實 就是說每一個人 當你決定做解釋的時候 當你要放下過去的揮華 或者放下過去的彈筒聲音 或者放下一些 別人認為是很正常的工作 來經營這個獨一無二的 領先世界十年的科技的時候 別人會覺得說 你怎麼了 你腦子出嘴了 你怎麼 怎麼瘋了 但是親愛的各位 我覺得我們裡面的力量 才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裡面的那個信念 是最重要的 當我在八年前 我親愛的推薦人 我們的雙鑽主才 Helen雙鑽 是她 就是錄一火 有一個信心 當她音著我的歌聲 她感動了 她哭了 她就不放棄我 因為我是看同看不起的 但是因為我的猶太人的老公 是她的智慧 真的是帶給我們華人 一個很大的祝福 所以當我做了之後 整個團隊就很容易的成長 因為我周遭的朋友都說 子萍啊 Sissy啊 你就是應該要做生意 你就是要去賺錢 因為我們看到你這麼苦哈哈的 那麼多年了 所以親愛的各位 我覺得 今天你所經歷的這一切 就像聖經所說的 患難是忍耐 忍耐是老練 老練是盼望 盼望不止於羞恥 孫姐也告訴我們 這至章至輕的苦楚 是為了成就你將來 極重無比的榮耀 親愛的各位 你知道嗎 你做解釋 不管怎麼樣 不管你多優秀 你一定會遇到困難 你一定會遇到挫折 就像我們的Luminous一樣 有好轉反應 那是祝福你 我告訴你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好轉反應 因為有這樣的困難挫折 才會煉進我們 讓我們更加謙卑 聖經也告訴我們 尊榮之前 必有謙卑 所以今天我們願意謙卑 從零開始到北 所以珍珠 藍寶 紅寶 綠寶 鑽石 有一天你就會成就你的鑽石人生 有一天你會在你的家人當中被尊重 有一天你會在社區 成為一個祝福別人的人 所以今天我們裡面的力量是勝過一切的 所以巴菲克 他也說過一句話 你的耐力比你的能力更重要 今天我要說 你的耐力比你的學歷更重要 所以我在這裡要祝福大家 我們一定要忍耐到底就是必得勝 太棒了 祝福你們 我愛你們 謝謝 謝謝 這是真的 在我在跟聖聖威樂在 聖琪在對談的時候 我特別有感觸 也特別有感動的就是 其實各位 在所有你的過程到現在 你所遇到的挫折 你所遇到的任何的困難 所遇到的任何的不好的事情 其實那些都是養分 它不是毒藥 如果你把它當作毒藥 它就是毒藥 你如果把它當作 它是一個永遠會讓你失敗的理由 對不起 那就是毒藥 但是我們相信 那是你成功必要的養分 這是最重要的關鍵 各位不要再重蹈覆測 不要再把過去的 對你的所有把它當作詛咒 那都是給你的養分 這是我從聖琪身上所看到的 這樣的一個事實跟真相 讓各位好好掌握 對不對 好接下來 我要邀請的是李英老師 他來自於加拿大 過去是投資理財的 這樣的一個事業 李英老師讓我最特別感受的地方就是 您看他 他就是這樣溫溫的 他不會讓你覺得他很aggressive 但是呢各位你知道 他所經營的團隊 跨國就算了 而且是幾乎全世界 會員人數超過了 你可以想像的人數 因為我一說了人數 你就知道他賺多少錢 但我想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他會能夠掌管 這麼大的團隊 又能夠合作的這麼好 我想請李英老師 一起來分享一下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各位夥伴 當下好 好 好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談一談 如何團隊能夠好好的合作 然後達成你的目標 那麼我首先要講到的是 每一個團隊都有許多不同的地方 那麼我們這個團隊呢 就有一些個非常能講的人 也有一些不會講的人 也有一些電腦好的人 也有一些他電腦不好的人 所以說在一個團隊裡 沒有完美的個人 只有完美的團隊 所以呢 我們就採取了分工合作 大家互相協作 例如我們有一個非常棒的 身心靈的講師 他可以講到你改變人生 那麼可以讓很多的人 改變了他們的想法 來加入幾次 但是他不會電腦 那麼我們就是團隊合作 就會有人來幫他 負擔 有人來幫他 來跟進 所以說每一個團隊 可能不一定有全面手 但是 如果發揮了團隊 每個人的長處 能夠補他的短處 那你的這樣的一個團隊 就會穩步的向前發展 就像木桶原理 那一個木桶 所成的水位的高低 那麼不在於那個長板 而在於那個短板 如果把短板提升 那麼你的水位就會提升 所以說在一個團隊裡 我們一定要取長 補短 那在帶團隊過程中呢 還要有包容心 我們很多的朋友 都有他們顯赫的背景 甚至於呢 有些人呢 又是年齡層次都差別很大 我這個團隊呢 有很多年輕人 包括有23歲的洪寶 包括我女兒也是30歲 那麼他也成了一個鑽石 他也帶了一批的年輕人 所以說我們之間是有代工的 但是我們要傾聽 傾聽他們是怎麼想的 他們不會聽話照做 但是他們有他們的個性 他們有他們的優勢 他們有他們電腦的 這樣的一個媒體的優勢 所以說我們就是要傾聽 當一個好的父母 去傾聽孩子的心聲 然後呢 我們給他調頻 把他調到我們的頻道上 同頻才能產生共振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引導他們 而不是打壓他們 那麼我們還要有 忍耐心給他一段時間的成長 不要急以求成 那麼所以說呢 我們要不斷地去鼓勵他們 那麼在帶團隊的過程中呢 我們就採取了 那麼大家互相當朋友的 這樣的關係 還有一些團隊裡 那麼上下之間 左右之間 可能會有一些矛盾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會要和他們 一起的來講道理 讓他們感覺到 有一個大的目標 我們要求同存益 也就是說我們收起個性 弘揚共性 上了鑽石也不要任性 因為 因為越成熟的賣碎 他的頭 我們就越要謙卑 那麼在合作的過程中呢 我們還要有 就是我們公司的文化 就是大愛和感恩 那麼我們一定要跟公司 保持一致 那麼我走過了很多的市場 我現在的市場 去到70多個國家和地區 但是我發現 大中華地區 真是上帝祝福的一個市場 那麼由我們李總裁的代理 每一次的傑斯大學 都會給我們很多的 新老朋友一些養分 那麼這個是真正的我們的福分 所以我們一定要跟個公司 保持一致 那麼在公司成長過程中 或許有一些 你認為不盡人意的地方 但是你今天選擇了 你就要被你的選擇負責 你要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 那我們一定要跟公司 保持一致 才能創造團隊的規劃 才能創造我們個人的成就 所以說呢 只有大河 我們小河跟上大河 那麼小河的水 才不會枯乾 所以我們一定要跟公司保持一致 跟團隊的夥伴們保持一致 然後我們要有父母吸氣 服務於他們 所以說 在團隊每一個人 都可能成長成一個 鑽石 在你鑽石的過程中 歷練你 讓你成為一個團隊的領袖 也祝福大家 早日昌威鑽石 謝謝 謝謝 林老師 謝謝 林老師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傾聽者 每次你剛才講的時候 他就一直 非常非常用心的領袖 最後再給你非常好的一見 各位真的 在他的領導之下的所有夥伴真的很幸福 好接下來我要邀請是來自於上海的昌理 我們的查理王子 那我們查理王子們過去在中國的五百強企業裡面是高管 我跟他認識呢 從捷失的第一天到現在 以及認識的有從理經營到事業 他有七年多的時間 他一直非常專注的在經營捷失的事業 而且尤其在捷失大學初期 他也幫助了非常非常多的忙 所以我跟他非常非常熟悉 也非常認識他 他一直非常聚焦 那這裡我想請倡理人一起來 我們分享聚焦的成功心法在哪裡 全球的別司夥伴們 大家 江武侯 感謝總監 總監的這個問題啊 讓我想到了一個故事 說是一位市場大師 醫生啊 這個 業績匪然 那麼在臨退休之前 他在進行最後一次演講 那所有的 發錢買票 來去看他演講的夥伴們 到了巨堂以後啊 回目打開 就出現了一個 這個 叫著的一個大球 大家不知道這是什麼 這時候呢 主持人出來說了 請兩位身強力壯的夥伴 上來呢 把這個球 給 用這個打錘了 讓他搖晃起來 搖擺起來 結果上來兩個人 累得氣喘吁吁 敲了幾下之後 只好退下了 這時候呢 我們看那個大師 從口袋裡 掏出來一隻很小的小鎚 就對著這個大球啊 以同一樣的這種節奏啊 不停的這個敲下去 五分鐘 會場就開始有了騷亂 十分鐘 大家意見已經很大了 二十分鐘 趕快就有人在罵娘了 大家 不知道這個老人 究竟要做什麼 可是呢 四十分鐘以後 有一個坐在前排的 一個女士 眼尖的說 看 那個球動了 這時候 這個老人 說了一句 意味深常的話 在我們人生中間 如果你沒有足夠的耐心 去等待成功 那麼 你就要用一生的耐心 去接受失敗 說得好 所謂聚焦 我覺得這個故事 給我們已經 闡述的非常到位 一晃到今天 已經是第七個年頭了 我們說時間它有個腳啊 那麼我在想 有一個叫 一萬小時定律告訴我們 說 你努力五年 你可以成為權威 你努力十年 你可以成為專家 你努力十五年 你可以成為世界九天 那麼 每天八小時來就折算 這叫一萬小時定律 可是 在傑斯里面實踐 我充分地告訴大家 我們完全可以把這個時間 做到一半 對 所以各位 各位 你如果你在傑斯里面 能堅持兩三年 我想 你一定成為一個非常棒的 一個傑斯的專家 是吧 如果你能夠做到五年以上 你一定也能像我一樣 登上這樣的一個舞台 謝謝 我一直在看 往後看 有了今天 我現在往回看 我想 告訴大家 一句我最深的體會 我想說 如此頻繁 讓我今天站在這裡 是讓我還要告訴一個事實 即使頻繁與我一樣 可以成就今天的成就 可是 這中間有什麼樣的訣竅呢 我苦思冥想 想到了一點 也是我感覺最深的 就是 我們首先 要去構建自己的內在世界 只有把我們的內在世界 構建完備了 把我們足夠強大了 我們足夠夫婦了 我們世界足夠美麗了 我們的外在世界 它就會 以映射的原理一般 去映射在我們的面前 至於上天是如何成就我們的 我們真的是不知道 也沒有辦法去知道 我們只需在因上努力 在果上 來去接受這樣的一個現實就好了 謝謝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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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查理王子真的 我知道 我第一認識他第一天 我就知道他一定會成功 就是因為他那個聚焦的專注力 你知道他被音樂的選擇 有多麼多麼的挑剔跟所謂的 我們在台灣人講叫做龜毛 非常非常的嚴謹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會成功 真的 聚焦 像他一樣聚焦就可以成功 真的 我們給所有的領導人 都叫個掌聲好不好 接下來邀請市來去美國的 Jennifer 她原本在美國 就是做 也是做投資理財的顧問 其實她考察 結識很久 但是不該平凡的他 如今呢 他擁有了五位雙磚 多少位鑽石 十幾位鑽石 多少位鑽石 多少位鑽石 快一百年的鑽石 所以我想他最有資格來談領導力 讓我們一起來聽聽他領導力的飛行 謝謝 結識的家人們 大家好 其實我今天 非常的感恩 因為 沒有這個偉大的平台 沒有老闆老闆娘 沒有我們行政團隊的支持和服務 我不可能站在這裡 當然我考察這個項目 確實考察了很久 其實我等待這個平台 等待了四十多年 但是最後我終於做出了 又一個人生中的正確決定 我的團隊由我一個人開始 我的推薦人騎打發聲 我說找兩個人就OK 我說一個都沒有 沒有 到今天 三四十萬人 在這個平台 我覺得 作為一個領導人 作為一個領頭羊 第一點我認為 最重要的是 我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個信心 我家中那一天起 我夏天的決心 我再也沒有動搖過 我堅定信念 不斷地去找尋 那些跟我一樣 不敢去拍 自同到頭的 擁有一個優秀的領導人 如果你做得不好 如果你不是一棵葡萄樹 有沒有鳳凰飛來 有沒有鳳凰飛來 所以 在我 飛黃結石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不斷地精進自己 不斷地學習 提升自己 成為榜樣 這是我分享的第二點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因為我帶領團隊 我是絕對沒有半點退縮 我們必須前進 永不停下 邁進的腳步 必須拉下鑽石 那就是為什麼 我們來著你的目的 所以 帶領團隊 我們作為領頭羊 你的信念 你的榜樣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自己 不去學習 不去行動 不去堅持 你想找幾個人 就來為你打謝 你覺得可能嗎 可不可能 我相信 我 一定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千道抽籤 所以 我們每一位 有志於在解釋 成功的 夥伴 你也要來複製 所有在台上的成功人的腳步 不僅僅是第一百步成功了 閃亮了 你要複製了前面的九十九步 包括學習 包括溝通理解寬容 包括所有所有的愛 所有所有的恆心 愛心 耐心 等等 最後一個我想分享 那就是目標 也就是願景 解釋公司的願景 就是希望 把我們這麼棒的 希望用化管理產品 集中我們的全球交通網絡 創業平台 帶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為這個世界帶去最向的能量 解釋的願景 解釋的目標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目標 和願景 所以我也願意 帶領我的團隊 來配合公司 践行公司的文化 愛 感恩 奉獻 我們不是說 我們在這裡來獲得成功 讓自己成為財富自由 時間自由 心靈自由的人 我們要擔當起歷史的使命 讓全球十億人 用上劫師的產品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我相信兩天下來 我們已經有了很多的收穫 我也希望 我們所有的人 決定了還沒有決定的 今天做下一個決定 因為所有的偉大 來源於一個勇敢的開設 謝謝 我們要不念過往 不愧如今 如果你是一顆鑽石 讓你的光芒閃耀化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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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感覺那麼瘦瘦的 可是很有power 對不對 接下來我要邀請的是Julia Julia 是來自於美國 他原本是一個專業的護理師 在當時放棄了年薪 二十萬美金的這樣一個工作 來從事解釋 其實大家都覺得他有問題 好 那我想今天他的成就 已經讓很多人 往不相看了 那今天我想請你呢 特別來分享一下 什麼樣子簡單 因為我知道你只用簡單 這兩個字來告訴我 那我也想請你把這兩個簡單 這兩個字的心法 分享給在場所有的家人 好的 好的 謝謝王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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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斯的家人 大家下午都好 好 呃 剛剛這個問題 好像我覺得王總監 很好了解我 其實我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謝謝我需要 我加入傑斯 就是簡單的相信 簡單的相信朋友 成為了傑斯的會員 我記得好像我的團隊的雙鑽石總裁 何比大哥曾經跟我說了一句話 他說我跟麗雅姐一直在研究你 你為什麼成功了 他說最後我們的總結 就是一個簡單 我前兩天學了一個詞 叫天性解放 所以這個詞 我才覺得 哇 我成功的原因 就是天性解放 什麼叫天性解放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因為很多人都在糾結 我們在清潔室的時候 都在糾結很多的事情 說我跟別人講了會不會 他不理我了 會不會認為我是做直銷的 那這產品怎麼樣很複雜 我舉個例子 前兩天 我幾個朋友來到我家 然後帶了一個小孩子 那個小孩子很天真的說 媽媽這個阿姨不漂亮 哇 當時我們每個人都愣住了 我們會講嗎 不會 對不對 我們會覺得 哇 我要會講 他會不會生氣 他會不會不理我 他會怎麼怎麼想 會不會 可是小孩子是天性 他認為他不漂亮 他就講出來 那今天在傑斯 想成功 首先你是不是認為 我們的產品是最棒的 我們的公司是最棒的 我們的精英模式是最棒的 你是不是這樣認為 是 是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認為 你就不要再想很多的 很複雜的 不應該我們想的問題 我從來沒有看過 我都不知道那個產品的 這個默契是在哪 因為最近有人說產品快過期了 我說在哪裡看啊 才告訴他 掰開後面那個看 因為我認為 產品的問題 是由產品監管部門管 你們同意嗎 昨天有一個朋友 非常高的水裡 問了我的問題 說公司的淨資產 我說什麼叫淨資產 這個詞我不明白 我說的 你的問題太深了 你的問題我都聽不懂 很多奇奇怪怪的問題 我說我之所以 作為雙斷 我所要知道的問題 就是 好好的用成品 成為傑斯的 什麼 代言人 越來越漂亮 然後 學習 如何分享 我說講自己的故事 我說這麼多年 我就是做這樣的事情 成功的 我沒有想任何的事情 我想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怎麼能夠成為鑽石更快 其他的 什麼淨資產 什麼產品的質量 什麼成分 還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問題 都是我要管的 有專門的部門 來監管 所以 我就想告訴大家 今天 金銀傑斯 想快速成功 就是我們要天性解放 說出你的真話 說出你的體會 就這樣就成功了 簡單簡單 再簡單 所以呢 那今天我就說 如果簡單 你就成功了 如果複雜 你就不會成功 你們選擇 簡單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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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 你可以選擇複雜 你也可以選擇簡單 但只要簡單 你都可以成為台上 所有的雙鑽石總裁 我們讓我們用再一次 非常鼓掌聲 謝謝我們六位的雙鑽石總裁 謝謝 非常謝謝 我們進環節的 主持人 Tamari總監 還有六位 雙鑽石基總裁 哇 每個人來自己跑個地方 分享了不同的心路歷程 接下來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也有許多重要的事項 要跟全場來宣布 我們現在呢 謝謝 謝謝 謝謝